接下来请收看谷体系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诸位菩萨大德 大家阿弥陀佛 我们上次分享佛说四十二章经 第十二章 举难劝修 仍有二十难 第十一难 广学博就难 广学无论是做学问或是学记忆 要广泛地学习 例如菩萨就要广修五名 内明 生明 医方明 功巧明 英明 内明就是我们的本型 做一个出家人 一个佛教徒 对于内典的佛学要研究 生明就是语言学 现在这么一个交通发达的时代 世界各国之间的距离缩短了 要走遍世界 不是不可能的 所以并不是只讲自己的母语就够了 能够多懂得一种语言 出门就多了一个方便 何况要用佛法度化外国人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 医方明对医学医药的尝试也要了解 以医药来方便色化众生 功巧明 建筑工程 世间的一切技术 都懂了 就不是外行 好像师父海涛大会上说 坐飞机要了解飞机如何飞 音响怎么弄 这就是功巧明 英明即是逻辑学 是做学问诗变的方式 弘法必须辩才无碍 英明是佛教最完美的理学 我们要学菩萨 行菩萨道 要度化众生 不是凭着一点学问就足够了 而且需要多方面来研究的 哲学 科学 佛法 世间法 都要广泛学习 如果能将佛法中 大秤 小秤 精杖 绿杖 论杖 乃至所有的宗派都能够通达 这就称之为三藏法师 这样就称为广学 广学中要搏救 搏救 是多多深入的研究 要研究内涵的真理 还要能够通达 假使学了很多 没通达其中真实的意理 反而容易成为障碍 光学搏救 对一个现代人 尤其是佛教徒来说 是很需要的 他虽然是件不容易做到的事 但只要我们能够下决心 有恒心去下苦功 有恒为成功之本 一定能够克服种种困难的 今天继续分享第十二难 除灭我慢难 除消除消灭的意思 慢就是交慢 也可以说是骄傲 交与慢 在佛学上 两者是有分别的 交是自民得意 是认为了不得 慢更进一步 是轻视看不起别人 认为人家不如他 我们每一个人 有的时候 多多少少 都有一种心理 自以为自己好 高人一等 瞧不起别人 这就是我慢 以我为中心 至高至大 人有时 总是认为自己很优越 认为自己的身份 地位 材质等等 超越他人 而看不起他人 认为他人 没有什么了不起 普药经 有一个故事 佛在世时 发生一件事情 纳陀刚出家的时候 见到所有出家人 非常恭敬 都顶礼莫拜 唯独对在座的其中一位 他不要礼拜 为什么 那人就是幽泼尼尊者 纳陀心想 这个幽泼尼 当年是在我家里做长工 是个奴才 我本来是他的主人 我怎么可向他鼎礼 释迦牟尼佛看到 看到他 这种轻蔑的态度 马上纠正南陀 南陀出家后 是以戒律为先后 谁比你先出家 先受戒 你就应当尊敬他 绝对不能以个人过去的身世 背景来分贵贱 他是儒才 我是主子 是个尊贵的王子 没有这回事 学火的人是一律平等的 必须尊重圣道 切切不可教慢 从这件事 我们知道 佛陀教诫我们应当尊重别人 不可以随便瞧不起人家 佛陀说 众生有六个根本烦恼 贪 吃 慢 鱼 邪见 其中之一就是慢 有了慢心 要转世成智 要转世成智 就不容易 佛经当中提到有七种慢 第一是慢 就是慢心 对列于自己的人 认为自己较殊 比如自己的学问好 相貌也端严 所精通的技能也很广博 跟对方比起来 对方的长相既不端正 学问技能也不如自己 不知不觉中 自己就生出一种优越感 起了慢心 看不起对方 这就是一种慢 有了这种心态 就要改正 假使不改过来 始终是障蔽至心 第二是过慢 对于跟自己同等的人 硬说自己胜过对方 对胜过自己的人 偏说对方 与自己同等 过慢的烦恼 比较细微 明明知道 彼此的学问技术都差不多 他会这个我也会 两人护教是不相上下 但自己却坚持认为胜过对方 这就是过慢 另一种情况是 明明对方比自己优秀 却始终不承认对方的优点 可能认为对方 不过和自己差不多而已 这种心理就属于过慢 第三是慢过慢 对于胜过自己的人 持相反的看法 认为自己胜过对方 明明对方已经胜过自己了 却始终不承认这个事实 这就是慢过慢 第四是我慢 是欺慢之根本慢 于五蕴假合之身 执着我 我所视我而起慢 内执由我 则一切人皆不如我 外执由我所 凡我所有的 皆比他人所有的高尚 我慢是一切慢的根本 人是由五蕴假合而成 四蕴、受蕴、想蕴、行蕴、四蕴 五蕴、脏臂本心 所以又称五蕴 就好像天上的云 将太阳的光遮蔽起来 众生执着色身为实有 我的眼睛、我的眉毛、脸蛋 我的身材苗条 我的身体健康 不但执着自身为实有 而且认为 我所有的一切优于别人 我的心态 这样的心态 就成为我慢 而破除我慢 就要先破除我直 我直怎么破 修空观 了达色身乃是大甲合 是色身无我 受想行事也是无我 常思为心经 破了我直 正到我空 才能超凡入圣 这样能去除我慢 第五是真上慢 于尚未正得果位或殊胜之等 自认为已经正等 有些人修行有了一点功夫 打坐时看到一些境界 或是有清安的体验 好像能忍心不动 有一点定静 或是听法一听就明了 或是读经一看就能通达 好像智慧现前了 就自以为已经成到正果了 这些情形只是相似境界 并没有正果 只是相似位而已 距离成到正果还有一段距离 有了这些境界 就自认为已经成到正果 这是真上慢 第六是悲慢 对于极优秀的人 却认为自己仅烧烈于其人 或虽已承认他人高盛 及十卑劣 然觉不肯虚心向他人学行 对方一切都比自己优秀 修戒修定修慧 乃至于修六波罗蜜精进用功 自自不如人 却不肯虚心向人学习 觉得自己只比对方差一点而已 这就是悲慢 还有一种情况 对方任何一方面都胜过自己 因此自觉卑劣 始终不敢面对现实 不敢向对方请益 你好是你的事 自己依然故我 这就是悲劣慢 第七是邪慢 无德而自认为有德 什么是邪慢 自己并没有得恨 懵懵懂懂 迷迷糊糊 邪知邪见 却自认为很有得恨 已经得了定或开悟了 因邪见而误认自己有德有恨 并产生一种高慢的态度 这就是邪慢 每个人都有慢心 除灭我慢是不容易的 在七种慢当中 六种慢都是依据我慢而产生出来的 我慢心是心魔的产物 由于众生有始已来 夜历熏息的种子